学校的男生同时交往八个女生被集体喊渣男 学校啊有最新的回应 这个视频里啊 一群这个人拿着手机在这里不知道拍谁 在共同的喊渣男渣男渣男 四川观察顶侯啊顶侯报道的 4月17日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多名学生 聚集男生宿舍楼下斥责移民男生 称其同时交往多名女生 18日该校工作人员回应称 当天共有两拨人 一些学生啊是要求开空调 另一拨啊是指责男生 这个学校也太乱了 聚集在那里喊开空调 另外一拨呢喊渣男渣男渣男 这个涉事的男生啊不是脚踏几只船 他和女生啊只是普通的相处 没有达到谈恋爱的地步啊 这是学校的回应 其实我们对于一些个熟知的这些个语言呢 我们很困惑 你要我们真善美吗 你要认真起来说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立即就露馅 比如说涉事男生不是脚踏几只船 什么意思啊 就是发生肉体关系 他说的脚踏几只船 就和几个人都发生肉体关系 同时他又说他们只是普通的相处 还是在把上一个意思又重复了一下 没有达到谈恋爱的地步 哇大天这个里面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啊 有的人认为老公肉体出轨无所谓 是吧 或者别说老公了就是伴侣了吧 啊我们就说渣男吧 我们是个渣男班嘛啊 说这个渣男呢 说你这个肉体没事 你别精神啊 其实他在指什么呀 啊我要理解他也并非指精神 就是你别动钱 是吧 真功夫有一个案例非常典型 就是你扎的都不行了 最后生出孩子来了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动了精神了 叫做 你跟那个二奶生孩子 我以为你都扎成这个样子了 我就完了 我都没事了 就算了 就你随便扎吧 随便谈恋爱去吧 但是你不能精神出轨 是吧 你最后你破坏了这最后一条 真功夫都写成一本书啊 你知道有人出书啊 你要案情太复杂了 打官司 我就不能多说 里面还有坐牢好多好多的事 反正这里面就分出来 说有人同意啊 说你可以肉体出轨 你不能精神出轨 我认为这个真功夫 这个是典型的例证 有人就认为啊 你就是你精神可以出轨 是吧 你肉体可千万别出轨 你说你这个玩儿啊 就禁不住的回头 说看一下这个渣男吧 还说渣男就看人家 大腿啊什么的 哎这个算了吧 男人都妈这个玩儿呀 但是你不能肉体 真的去干真事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是持有两派观点的 因此这个学校这个回复 多浅多浮浅呢 什么叫做普通关系 什么叫做脚踏两只船 你怎么定性 你那定性是个通行的标准吗 啊 所以水低温下就结冰啊 高温下就沸腾 你是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一说沸腾 我们就知道哦 气压多少啊 说正常的这个海平面啊 那就100度是吧 沸腾就是100度的意思 它是个共识的定义 你这个定义 它是个什么定义 有意思吗 我们再看这些个学生 交往多就是渣男 就是坏的意思 那每女朋友都是圣人吗 就是性关系的多 和性关系的少 和人的善恶道德 不是很紧密的 它有的时候紧密 但它不是个绝对的 是吧 不是说这个人就一辈子没有性关系 就是这个 就圣人 说这个人这辈子性关系多 他就是一个烂人 但是它存在一个概率的问题 但是这个概率也不是非常明显 你说不对 所以这个辈子一个人就一个就一次 就是高尚的人 反正我觉得这个等于是差不多的生殖器崇拜的意思了 就是以性的多少来评判人的道德 你不就是个生殖器崇拜吗 你的善恶就是性就是性吗 那明显的几个男生你是吃醋吗 人家交往的多 你吃醋到那里喊咱咱咱咱咱 何必吗 是吧 你也没有问问那些个女孩子 也愿意跟她交往吗 也都愿意 现在都知道有个多边互因的问题 还被说交往了 现在连结婚的据说乌托邦漂亮国的乌托邦那里都有 你这个不太太low了吗 再说你管得着吗 人家谈恋爱的事你管得着人家吗 跑到楼下喊渣男渣男 暴力 完全是一种 什么一二团 什么三合团干的几个事 我看兄弟们 直播间里的兄弟们怎么说 一群男生吧 一群学生吧 不是男生吧 但是我看这视频好像是男生 连着人的男生楼下喊渣男渣男 你何必吗 是吧 道德判断人家 宗教警察一样 不好这样我们难得班要知道是吧 我们以善恶 这个为最高的这个诉求 真善美是我们最最高的诉求 不是以这个性的这个多少 比如说这个 我要说成吉思汗就很容易出麻烦 有人追着还要起诉我 就不是成吉思汗吧 反正就是 你说现在的语言都禁忌也够多多 是吧 就是有没有存在这样一群野蛮的人 占领土地 强奸砍人头杀人 到今天此时此刻还有没有 是吧 他们的里面其中有一个东西 就是和强奸 就是你征服了 占领这个地方 他怎么表示 就是强奸 是吧 用这个手段来描述 以性伴侣的多为胜利者 这个都是个问题 是吧 我们还是要遵从 就是这个群己权戒 说群戒抢民主 是吧 这个恋爱是个几届的问题 他是讲自由的 你这些哥们 你要给人家民主恋爱问题 你合适吗 站在那里就喊 渣男渣男的 是吧 但这个情况在变化 那个哥们如果是川普 如果是拜登合适 原是什么呢 因为你要样度他东西了 你要跟他要有另外一个契约在 如果他是拜登 他是川普就合适 啊 他要是校长也合适 唯独他是你的同学不合适 朋友 是吧 真的不合适 听一听啊 听着喊扎门 不是他们说的一个人 他人就唱 他们就是用他的交往 中外海洋开放销 你应该是联络的视频 交组在一起 好家伙人山人海这里面 喊渣男渣男 你们怎么看 就是高校的一群学生 积极在楼下 这个喊渣男渣男渣男 是啊 这个道德感 都爆棚 就是在这个 弱的人身上就爆棚了 就找到优越感了 是吧 一切优越感都让人迷失